嘿大家好 我是純浩 那今天這一場比賽呢 我覺得打算是相當的精彩啊 感覺呢可以幫到很多人 那這一場的話 我們前面當然是一定要先逆風開頭的 這一場的總分呢不高 大概就是12比11這樣 算蠻低的 所以可見了 這兩方的這個防守強度是非常的高啊 那在前面呢就已經落後超多分數的情況下 最後是如何給他逆轉回來的 你要想哦 4分鐘內只進攻得逞6次而已 你就知道這個防守強度是有多高啊 好那我們拿出了經典的漁猴配 再加上一個慈喪 那其實也算是蠻常見的組合 慈喪主要就是去守住對方的阿牧 那一開始我想說挫賽 直接讓藤真把一顆三分球塞在口袋裡 好那今天這一場呢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設你玩這種漁猴比較有跑速或是火鍋能力的角色 該怎麼去協防藤真 然後怎麼樣去跟你的內線球員做交換 因為前一陣子呢這個花之吻他有分享了他的這個防守觀念 就是呢內線的人出來協防藤真的時候千萬不要跳 做到盯防就好 不然藤真很有可能傳球到內線去 然後直接從內線的打出一個突破口 那我們冠林老師呢他呢就覺得說 其實有更好的防守方式 就是呢把他蓋下來那該怎麼蓋呢 等一下呢會就是有一些實力給大家看 好這一開球呢先一個跳扣 那很可惜沒扣進去 之後呢我趕快再調整位置 這一次呢我是用跳步再加上一般扣籃 那麼呢直接成功得手 那想說欸透懂啊透懂啊 跳扣也蓋不下來一般冠籃也蓋不下來 那應該是透懂沒問題 那今天主要是由我來防守藤真 那我覺得猴子守藤真並不會太難 除非被他晃倒 不然的話呢藤真呢因為側步的時候 我們這個跳步是跟得上的 而且你站在他的這個綠色扇形面積外 他如果突然後側的話你也是跟得到 那這邊也有看到魚柱呢他是有跳出來補防藤真的 好我們來注意一下一個比較好的斜防方式是這樣 魚柱的位置呢他儘量還是待在所謂的油漆區以內 那你可以看到這時候呢藤真呢跟我失位了 那不過你看我的跑位喔 我馬上看到魚柱跳之後直接切到籃下 然後去蓋掉這個赤木 不過啊今天假設我是玩三井呢或是那種就是手無伏雞雞之力的角色 就是火鍋能力不強 那魚柱呢還是盡量就是盯防就好不要跳 因為像猴子他是有火鍋能力的所以他才能夠蓋一下這個中鋒喔 那可以看到一開局呢其實我連續三次除了有一次沒扣進以外 那剩下的得分呢都有都有命中都有得分到 感覺好像一開始蠻順的 不過啊馬上風雲變蛇有瞎的勾不勾種 好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一開始覺得啊順水順粥啊 我想要吃皮蛋瘦肉粥 那我在馬上跳後車啊就沒弄好想說算了啊靠邊直接扣進去啊 結果呢 不小心被抓到抓到一個把柄那這時候跌倒 藤真又一次出手這球彈的出去但對方的赤木位置卡的很好 我趕快啊防守好藤真啊 那這一球的話差一點魚柱的幫忙協防不過呢沒有被對方投出球 拿木突如其他的起碼射箭的很可惜呢沒有蓋到不過說不定他是帝王牆頭啊 反正呢他得分啊我們就想說那帝王牆頭也守不下來 這樣就好了心裡會好過一些 好那接下來呢可以看了我準備要用跳後車就直接後車到3分線去啊靠邊勒 那這個籃板還好啊魚柱幫我搶下來 那這一球其實是我失誤喔跳步呢跳到別的地方去 那我想說直接來一個啊跳步灌籃 被對方發現還好啊球還在我手上 那時間呢所剩不多了 我覺得池上那個位置還不錯不過剛好呢 就是阿牧可能有投籃封鎖等級蠻高的 那就被對方抓到不然池上我覺得那個進攻點還不錯不然池上可以再站後面一點哇這邊池上跌倒了之後呢 阿牧呢抓到一個進攻的機會 直接一個帝王速投 那現在的比分的瞬間被超過我們有點嚇一跳 好這邊一個跳扣結果被抓到 那這個魚柱啊肯定是追不到那顆球的 這時候呢 我突然啊在尋找我的迷豆子啊 藤真啊在那邊啊完全忘記了 趕快跟過去說來不及啦被命中一個三分蛋啊 從啊4比0的開局啊直接被對方追了9分 我呢是 罪魁禍首啊必須復經請瑞的人啊 他現在時間已經不到了兩分鐘 我身上呢大招準備好想說啊 哇這一球搶到必須啊先給大招一個下下馬威啊 結果被阿牧的帝王蓋帽蓋掉了 阿媽咧 這時候阿牧再飛過去一個帝王蓋帽蓋的真的是屌啊 好這邊呢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喔 大家注意一下你看我這一球呢是向前跳步 但我這邊是準備要一般跳投 有時候會向後跳步 一般跳投跟向前跳步 向後跳步呢其實比較容易被對手發現 因為你跳的時候方向就不對了 如果對方這個明察秋好的話可能有可能發現 可是你向前跳大部分都會縮到籃下 像藤真這邊他就縮到籃下 他根本沒想到會直接拔起來 但這很危險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可能有大的機率會吃到干擾 那這一球呢算是跟他拚看看 因為前面怎麼樣都被擋下來 所以呢我只好啊 使用一些嫖技倆看看能不能得分 那魚豬呢目前在等阿牧一個出現 騎馬射箭直接抓下來 沒問題啊 尷尬啊 GG 我感覺啊看到一線生機啊 看到破綻之線啦 那這邊我就向外跳步 但很可惜空位但沒進 不過魚豬啊這個 籃板搶得好啊 我馬上再接一個跳步一般灌籃 你看其實前面他們有一球 就是他們 也不是說每一球都一定會蓋得下來 但是呢你就是不能讓對方猜到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那頂多就是他猜拳猜對了 就很像仙道的一二段 你二段被蓋下來 那不代表說啊你一定二段會被蓋下來 因為他總是會猜嘛 那這邊我再一個跳步後側 我心裡知道這一球只要是空位絕對會命中啊 因為啊補償機是該補給我吧 猴子的中距也不是說多不準啊 對吧 二中一合情合理 那可以看到目前能不能把比分啊 再追回來了 嚴重干擾漂亮 魚豬搶下這一個籃板球啊 此時啊 嗨起來 嗨起來 那這邊再一個跳步 快扣有沒有看到他們前面呢 位置有站好所以呢快扣蓋得下來 那這次位置沒站好當然直接給他扣進去沒問題啊 因為大部分的玩家都真的還沒有辦法完全的可以看你的腳步就知道你想幹嘛 除非像阿牧他可以蓋你慢扣可以蓋你快扣 但是呢你要是呢 跳步上籃呢 你要是跳步後側的或是直接往後跳後側呢 對他也抓不到啊 對吧 所以呢這個絕對沒有 一個人可以完全守住你的你的所有技能 有時候守住所以他猜對了 不過我真的有遇過那一種就是已經暗算你暗算好了 你不管是跳步慢扣跳步一般扣跳步格扣 或是跳步快扣都有人等你 然後跳步後側又有人追出來 真的很厲害 我也遇過這樣的人啊 那真的是 10場可能遇不到一場 所以沒問題 帝王2分啊 嚇我一條 我以為帝王3分 小心在他媽差點噴出來啊 好那現在時間呢 剩下最後的12秒鐘 應該是沒問題啊 這個球標被截掉就好 還有最後的7秒5秒4秒3秒2秒 最後呢直接扒起來 其實啊我的猴子啊也不是說真的好像蠻厲害或怎麼樣 我也常常啊發生那種 跳步之後然後球直接傳出去 像我今天這一場我都沒有用到那個 街球上籃 因為我覺得街球上籃 不管我就拉桿也好不拉桿也好 好像蠻會被蓋 想說還是算 因為呢我的跳步街球上籃 我是會提早跳的 所以我怕對方看得出來 我覺得這個阿牧蠻厲害 你看看他帝王蓋帽蓋了兩次 一次呢蓋掉我的大招 一次呢蓋掉池上的後仰 我就覺得他是會懂蓋的人 所以我有點害怕他 你有沒有發現我大部分進攻後面都變成中距離 然後中距離之後 由外到內 然後由內到外 裡裡外外 前前後後進進出出 猴子的精髓呢就會在你這個 前前後後 裡裡外外的進攻之下 中出來 我說那個中出來是 就是 這個 過程中出 然後你就會想到中出來 對就突然想出來這個精髓 這樣 因為有時候真的阿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十幾點名就對阿 怎麼樣跳扣都跳不出來阿 如果呢 我想這些其他變化招式 的基礎都在阿 你要會跳扣 如果你不會跳快扣的話 那對方阿根本就已經知道 你就是一隻 沒有什麼 什麼威能的猴子 那當然我有整場都沒用過 快扣贏的啦 但是呢 這個 還是要先讓對手知道你會 這個跳扣 而且 第一次被蓋沒關係 你要確定第二次被蓋之後 就確定對方真的會蓋你快扣 你呢再開始做變換 好啦 今天這一部影片 我們就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